我決定來試戴一下這些髮褲 我就是通常都會在各個網站上買髮褲 當然有些人是去韓國的時候看到的 但是我覺得國外的髮褲的風格 跟在韓國買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如果是那種比較歐美最近看到那種 很蓬蓬的有一點厚度的這個 真的要在ZARA或Shaba才買得到 所以我最近陸陸續續大概購入了大概快十個髮褲來用 原因很簡單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長頭髮 然後你覺得你的髮型比較沒有變化的話呢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買多一點髮飾來用的 然後我不想要帶那種很大蝴蝶子 我怕看起來就是有點太可愛 所以我後來就選擇在ZARA買 跟在Shaba買買一些比較歐美的牌子 然後它就有一點素面有一點造型這樣 然後我們就直接試戴了 我覺得它這個質感超好 它這個內裡是這樣子 其實都是皺皺的 它就是斷面的 所以剛剛在試戴之後就發現它很容易被勾殺 但是其實它不影響它的美觀 不過就是這樣戴好我的髮褲 你不覺得這樣子頭髮就比較有造型 然後就算我綁了一個低馬尾 就會覺得好像沒那麼普通 然後它是藍色的很適合夏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我的髮型不一樣了 就是我其實有去偷偷的燙捲 這樣我會節省我每天上捲子的時間 第二個是很漂亮很漂亮的粉紅色上面那個鑽 有沒有超美的 有時候你會覺得為什麼這個髮褲竟然要 它是650我覺得一定很便宜 我在Shaba上面買的 這相對來說就是華麗又清明 這個戴起來很有氣質耶 你看喔就如果像我 不是有一集有教大家怎麼綁那個包包頭嗎 那或者是你就這樣子綁一個低馬尾 我覺得這樣子 你一般去上班或什麼的 然後戴一個耳環 乾乾淨淨淨淡淡淡 我覺得這夏天的造型就這樣子了 那或者你綁一個辮子 我覺得綁個辮子也可以 有沒有一種就是童話故事裡面的公主的感覺 這個髮褲我覺得女生看的會很喜歡耶 我那天看ZARA還有賣一個白色珍珠 我覺得白色珍珠也超美的 可是我剛剛看了一下 只要是有珍珠的會稍微有點重量 像這樣子的比較輕 我可能比較戴得久 這個就很可愛 單純覺得它 我覺得黑色百搭 如果你有染頭髮的話 我覺得入手黑色是還不錯的 有些我覺得黑的也太平凡了吧 可是我跟你講平凡的東西 你才戴得久 然後你才會想要天天戴 像這個喔 很可愛 我這樣戴喔 好像戴了一點帽子喔 很可愛吧 然後我把頭髮放開 沒有時間整你頭髮 然後或是兩天沒洗頭 也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戴的真的很可愛 然後有一點點膨度 我覺得黑的很適合有染頭髮的女生 因為你就是那個對比會出來 然後黑的會看起來很優雅 但如果你真的是一頭黑髮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多挑幾個 這個這種 有顏色的髮枯來做一些變化 當然你也可以買唇白色 然後有水鑽 會覺得很美 然後今年的水鑽 不是那種很普通平凡平面的喔 都一定要買像這樣子 有那個立體度的髮枯 才會好看 好的 這個 那這個我可能會 這個超漂亮的 但是我有點猶豫 要不要退貨 因為它 珍珠好重呀 超級重 而且它有點緊 但是它的這個質感真的超好 我覺得還蠻適合 就是 你現在如果有很重要的橘 好像可以用 這個很漂亮對不對 但它真的有點重 就是戴在頭上有 有一點被枯住的感覺 所以我比較推薦的是 大家盡量買像這樣子的 你可以有鑽 你可以有水鑽 但是不要 不要太重 買不要太重 因為它這個至少都是布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這個的鬆度比較剛好 這個頸鍊呢 我為什麼會買 是因為 我覺得 最近流行那種 三四層的項鍊嘛 有時候去 出去玩的時候 沒有戴耳環 然後你會覺得自己好像脖子空空 尤其夏天我沒有穿 比較少都是小背心啊什麼的 就戴這種的還蠻不賴的 而且其實不用買很貴啦 我們就 戴造型而已 我覺得買太貴的話 就是你很容易弄壞 然後你也會綁手綁腳的 不太感就是 吃飯什麼 你都會覺得 好像它是一個累贅 但是這種 因為就漂亮 然後又便宜 它價錢才790耶 真的賺超美的 然後我覺得套一個西裝外套 就非常好看 我就是打算拿它來參加正式場合 跟我平常 就是外出的時候 可能晚上要吃飯 約會的時候 可以用 或是出門走跳的時候 你知道那天啊 我就戴著很重的耳環 噔噔噔噔 我覺得我耳朵快要破掉了 回來會不會就是那種 很長一串 後來想想 我為什麼不戴一個 誇張一點的 就是項鍊就好呢 這樣一樣很有分量感啊 這個腰鍊真的是超漂亮的 它對我來說還是有點鬆 它比較覺得它適合在外套外面用 它可以用在外套的外面 但用在夏天的衣服 就好像沒有 有點沒辦法 我等一下來配給大家看 我原本想要買它來怎麼搭配 身上穿了一件 便便身褲 吊牌還沒拆 這個牌子呢 是一個布洛克 它自己新的一個聯名的品牌 我覺得它穿起來還蠻好看的 到時候再提供大家連結 然後它呢 可以像這樣子 這樣子綁 我覺得綁 往前綁 當成一個腰帶這樣 是還蠻好看的 這樣會比較有腰線 還比較好看一點點 好 我要跟大家講 我原本是買這個的 來這樣子搭的 但現在看起來 它應該是要加冬天的那一種衛衣 會加起來比較好看 我西裝外套 它會變垂垂的 有點比較垂一點 但感覺是 之後可以用到 穿厚一點的衣服應該可以 如果它能夠卡在這個腰上面就好 不知道誰 有沒有人知道哪裡 可以修改這種珍珠的 不然我覺得我每次買這個的困擾 就是它 永遠沒有辦法符合我的腰型 你就沒有辦法用 不然它真的超美的 這一條 身體穿起來是長這樣 我覺得就是 簡簡單單 就還蠻能夠創造一個很可愛的感覺 連身褲是那一種 想都不用想 然後隨便穿 我覺得都可以滿有氣勢的 就跟西裝套裝一樣 然後它的剪裁我也覺得還不錯 它雖然是短褲 但是它不會過短 它就是介在那種二分之一的長度 所以你穿起來是浮膠不會覺得很便扭 也不會容易曝光的一個長度 然後對於那種很不敢穿太久的人來說 你也不會覺得太短 然後這背心的位置我也覺得還OK 是它不會太長 太長會顯肩寬 然後它也不會太近來 有時候太近來會看起來就是露出來面積太大 有些人不喜歡 尤其是上班的人 那我覺得上班可以這樣 就簡簡單單的這樣穿 那你可以不要帶那麼浮花箱 你也可以帶細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種浮花箱也滿適合搭配V0 然後如果你剛好是短頭髮 或者是扎一個馬尾 就顯得俐落 蠻俐落的 好 今天的ZARA開箱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我呢 再跟大家分享我下個禮拜買的東西好了 等我收到的時候 我一定會第一個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真的很好奇 我買的那個天價髮箱本人長怎麼樣 好 到時候再跟大家介紹 然後原則上我覺得ZARA的品質 就已經超好的 韓貨有韓貨很漂亮的地方 是韓貨它很多髮帶 然後韓貨的造型 通常都是比較個性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這種歐美的話的東西 都是比較華麗 然後看起來比較像是成熟一點的髮箱 因為成熟一點的飾品 其實在一般的那種逛街的地方很難找到 要嘛就很貴 如果你進去那種美貨公司裡面 買一些都太貴了 可能好幾千 你就會覺得下不了手 那這種 你可能會有一些造型品啊 風吹日曬雨淋啊 什麼的 我覺得就是買ZARA來用 我覺得就很棒啊 它的質感好 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你如果買太貴 你反而會擔心這樣 所以我個人自己也是一個 那個ZARA視頻的粉絲 我只能跟大家講 就是我覺得我買下來 我覺得除了有一些那種貝殼類的 反而很容易 寄送的過程中 有點碰撞破掉 不然我買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都很好用 好就這樣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一次的影片 然後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 訂閱我的頻道 按訂閱我 我經過的高 Nit魚 字幕щееrar善je